哈囉我是烏龜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兩場精彩的部落戰三星進攻 第一場要來看到的是由野豬 他所帶來的11本皮鞭流 他面對這個陣型 野豬在靠近七八點的外側這邊 先下了一組雷龍球 那這組雷龍球 在把這個箭塔解決掉了之後 這個雷龍就會是非常安全的 完全沒有任何對空的防禦箭竹打得到他 所以等到這座箭塔倒了之後 雷龍往七點的方向飛過去 他可以再幫忙打掉很多的建築物 至於在靠近九點的外側 野豬他是在這個盲區下出了兩隻插影 來把外圍的工人小屋 還有兵營清得更乾淨一點 然後從十二點外側的地方 右邊是下出了法師 左邊下出了女王 在下出天使之前 有先用氣球幫忙探一下空中陷阱 但是沒有想到這群天使 直接跑去找殘血的法師 還把法師的血量全部都補回來了 現在對方的城堡援軍被引出來 還好這群聰明的天使 只有幫法師補了兩口之後 就馬上回頭來幫女王繼續補血 這樣子搭配毒藥法術 就可以讓女王非常安全的 殺掉對方的龍 還有對方的哥倫冰人 好現在看起來沒有問題 那畫面上看到這幾道閃電 是我們剛剛一開始下出來斷邊用的雷龍 現在已經死掉了 繼續來看一下天女的這一邊 他在殺死了對方的援軍之後 會繼續往九點鐘的方向前進 馬上會面對到對方這個血量非常高的水庫 在這邊會浪費掉一點時間 那女王的血量已經越來越低了 所以在這邊野豬他是有先丟了一罐狂暴 來把女王的血量拉回來 等一下在女王的行進路線上 還會碰到對方的火箭 把火箭打掉我們的天使會是安全的 這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天女路線 現在從九點外側的地方 下出了工程車來 準備要從這邊打進去 後面已經跟上了皮卡 還有藍胖 以及蠻王 還有大守護者 八九點的外側建築物清得非常的乾淨 所以現在整批部隊完全都不會走歪 跟天女會合之後 就直接跟著工程車往正行的中間走進去了 對方的大雕現在雖然已經啟動了 但是野豬的手上剩下的最後這罐狂暴法術 一直留在手上 等到我們的部隊確定可以走進對方靠近陣型核心的位置的時候 才將這個狂暴法術丟下去 並且打開大守護者的無敵技能 哇這邊非常的漂亮 在陣型核心的地方 狂暴又無敵的藍胖 很快的就秒掉了對方核心的很多建築物 然後在這邊下一關跳到法術 導引我們的部隊可以趕快從對方核心的地方跳出來 不要在陣型中間卡牆 浪費掉太多的時間 現在看起來天使是有順利的存活下來 繼續跟在部隊的後方幫部隊補血 然後蝙蝠現在已經進場了 蝙蝠是從11點的外側開始下進來 準備要讓他們從11點的這個位置 慢慢的往3點鐘的方向推進 再靠近3點的這個法師塔的位置 趕快丟一關冰凍法術 保護我們的小蝙蝠可以安全的把這個法師塔吃掉 現在陣型中間的藍胖部隊已經全部都死光了 而我們最後活下來的這群蝙蝠部隊 面對到對方的一座火塔 兩座電塔跟一座火箭的位置 趕快丟一關冰凍法術 動住對方的電塔還有火箭 保護我們的蝙蝠可以存活下來幫忙收尾 蝙蝠能夠活到最後來幫忙收尾 對於時間是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畢竟城牆是阻擋不了蝙蝠的 最後就是用這樣子的一個皮鞭流的配置 完成了這個11本的三星進攻 非常的精彩 天使還活著呢 繼續幫女王補血 啊吃到了黑炸 活不了了 好OK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的進攻 接下來這場是由馬哥 他所帶來的12本天女皮藍屋三星進攻 馬哥現在靠近一點外側的地方 下出了一組寶寶龍球幫忙斷邊 接著再靠近11點的外側 下出了女王 女王在這邊受到了對方的箭塔的攻擊 所以趕快先下了一顆球 探一下陷阱之後後面就跟上了天使 哇這顆球吃到了一個黑炸 OKOK非常的超值 那寶寶龍已經把斷邊的任務完成了 女王看起來應該等一下可以貼牆 然後順利的話是要往9點鐘的方向前進 現在馬哥他非常的有耐心 等我們的女王把這些建築物全部清掉 確定他的路線之後才會下出後續的部隊來 現在女王貼牆 哇看起來有非常多的單體 同時打在女王的頭上 所以狂暴法術完全不考慮 直接就丟下去了 把女王的血量拉回來 女王現在一個帥氣回頭 果然是要往9點鐘的方向前進了 路線不會錯 接著馬哥在女王的前方 預丟了兩隻黑胖 一方面是幫女王電刀 一方面是幫等一下要下出來的工程車 幫忙扛一下火力 然後從9點外側的地方 幫忙下出了一組皮藍屋幫忙清掉外側的建築物 工程車在這邊直接開牆了之後 後面跟上了藍胖 還有蠻王 還有大守護者 跟天女會合之後 一起往陣型的中間打進去 對方的大雕剛剛就已經啟動了 第一次攻擊是打在皮卡的身上 現在看起來這次是要打在我們的主力部隊身上 趕快讓狂暴天使幫部隊補血 這個時候對方的援軍也已經引過來了 前方下一罐跳跳法術 然後一陣混亂在我冰你你冰我當中 好像我們的冰凍法術是失守了 沒有動到對方的大雕看起來有一點讓人擔心 但是主力部隊還是很快的 就把對方的大雕給拆了 馬哥在這邊非常的有耐心 大守護者的無敵技能一直忍著 一直到我們的部隊 靠近對方大北營旁邊的時候 下一罐冰凍法術還有狂暴法術 並且打開大守護者的無敵技能 這個時候才拆掉對方的大北營 然後整群藍胖部隊被無敵技能保護住 完全沒有受到對方大北營自爆傷害影響 哇這邊真的是太流暢了 一下子就要把這個陣型都打穿了 現在存活下來的天使數量看起來很多 而且非常聰明的分開來 一部分是幫藍胖補血 另外一部分是幫女王補血 女王這邊開了技能 雖然女王受到非常多防禦建築的攻擊 最後沒有辦法順利的存活下來 但是因為還有天使在後面跟著 並且下了狂暴法術 所以在女王死掉之前 他還是非常盡力的幫忙 多拆掉了很多防禦建築物 減輕最後收尾的壓力 現在我們看到在外圍繞的皮卡 後面還有跟著非常多的小戶頭 可以幫忙把三點還有兩點外側的建築物 全部都清乾淨 至於在陣型內部的藍胖部隊 也是順利的存活下來 還有天使在繼續幫他們補血 看起來應該是沒問題了 對方只剩下三點內側的這個老王雕像 我們的藍胖再加上女巫 可以把他拆掉 那剩下皮卡把外圍的建築物收掉之後 就可以拿下這個12本三星了 這場不但是流暢 看起來又非常過癮的進攻 用了部隊配置是天女皮藍巫 以上就是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 部落戰精采進攻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我們的部落現在一個禮拜打兩次部落戰 如果你也是對COC與部落戰有熱情的玩家 歡迎活躍的玩家們 可以加入我們一起並肩作戰 一起同樂 現在加入我們的部落 必須要輸入通關密語 通關密語可以到我們的部落網頁上查詢 我們下次見 拜拜